我在開這種夜夜秀第一集的時候 我邀請到我家裡的阿嬤 她90歲 她坐在台下 然後她就看完一整個秀 然後她給我的回饋是說很好看 但她非常希望不要碰政治 因為她覺得政治很髒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她講說 不會 就政治很好玩 然後最近的風波 上了很多電視新聞 然後我阿嬤很難過 她就是每天都不睡覺 然後等我回家 然後因為我坐這個真的很忙 可能回家都半夜12點 一點的時候 我阿嬤會從家 她的房間起來 然後抱著我哭 然後跟我講說 跟我講說叫我不要再做了 她說政治很可怕 然後我都要安慰她講說 沒有 就是那些在 成論節目上面 罵我的人 那些立委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 我們在演一個喜劇 所以之後會有好笑的東西發生 賀瓏 賀瓏 你也請下 祝我們 明明 我 知名脫口秀賀瓏夜夜秀 先前因來賓王治安嘲諷殘疾人士哀哄 包括製作人霍金 主持人賀瓏及助理主持人歐畢都遭到各界謾罵 日前賀瓏現身錄製節目本季最後一集 沒想到他在講結尾敢言時 突然忍不住情緒累撒舞台 說一個有趣的事實 就是賀瓏夜夜秀第一季 我貌似也賠了快五百萬 那 這個剛好跟博恩夜夜秀第一季的狀況是一模一樣的數字 對 所以我跟我有做到跟博恩一樣的事了 對 那也要跟一些 也許罵過我的人講說 我做這個爽賺 其實沒有喔 一點都不賺喔 那第二個要感謝的是 除了你們在這個台上看到的我啊 Alby啊 景怡丁或是冷靜寶貝樂團之外 我們還有超過一百多個 在這一季時期當中 不管是in-house 兼職外包甚至公讀生的所有人 感謝他們 節目播出了很多平台啦 YouTube啊 臉書或者是 我們也有上一些OTD平台 我不知道哪邊會有詳細的credit 但如果你可以看到credit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其他的工作團隊 所以如果你覺得 就是賀瓏搞爛了這個秀的話 並不是 我只是一百多位分之一而已 對 那如果你們要罵我的話 其實你們也罵到一百多個人了 那如果你們想稱讚我的話呢 也許可以打從心底也稱讚一下其他一百多位的 感謝他們 第三個要感謝的就是 所有上過夜夜秀的所有來賓 感謝他們願意來我的節目 謝謝他們 雖然這樣講很不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來這個節目的政治人物 每一個都很可愛 我知道事後可能有些對我不太滿意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今天有一些單元可能有講到說 我很想要力求中立 所以我邀請了各種來賓 結果我發現我每跟一個政治人物聊完天之後 我都被他群粉 我也可能是我腦部很弱吧 對 然後賀瓏夜夜秀 好像也是被視為比較困難的節目 因為有現場的你們在 所以他們覺得很可怕 那在這個壓力之下 還願意來這個節目 又表現很要好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都實屬難得 然後我在這邊 沒有黨派的立場 讓我要特別感謝趙沙康先生 是他給我的一張辯論會的邀請函 整個讓 這支夜秀的格局好像提高了很多 好像也真的讓我成為一個 第一次踏進這種國家級辯論會的一個 政治娛樂網紅 真正感謝他 那其他人也都是很感謝 那 最後聊一下這段時間 反正我要講的就是我 2018到現在 六年嗎 我做過了很多工作 主持很多節目 我真的覺得做博恩夜夜秀是我 到現在最快樂的事情 可是做貨恩夜夜秀的這一季 是我最難過的事情 做這個秀就是一直在妥協 就是我們發生很多事情很多失誤就是一直在 我沒有任何時間去產出一百分的內容 我不知道下一季該怎麼做 但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然後我覺得最諷刺的是 我在開 賀龍夜夜秀第一集的時候 我邀請到我家裡的阿嬤 她90歲 她坐在台下 然後她就看完一整個秀 然後她給我的回饋是說很好看 但她非常希望不要碰政治 因為她覺得政治很髒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她講說 不會 就政治很好玩 然後 最近的風波 上了很多電視新聞 然後我阿嬤很難過 她 就是每天都不睡覺 然後等我回家 然後因為我 住這個都很忙 可能回家都半夜十二點一點的時候 然後我阿嬤會從她的房間起來 然後 然後 抱著我哭 然後跟我講說 跟我講說叫我不要再做了 她說政治很可怕 然後我都要安慰她講說 沒有 就是那些在 政論節目上面 罵我的人 那些立委 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在演一個喜劇 所以之後會有好笑的東西發生 哈囉 年齒家 就位我們 年齡 我 其實我第十集錄影的時候蠻ㄍㄍㄍㄍㄍㄍㄍ的 就是 其實在抱情話上抱的時候 你們喊加油的時候 我就有點 快不行了 反正都聽到現在了 反正我一直在覺得就是 我要怎麼面對 這些 可怕的事情 我一度覺得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可是後來我就想起了 我在博文夜夜秀最自豪的slogan 他叫做 Better and Bryant 我要 讓這一個slogan成功的話 我就一定要跟博文一樣做滿三季 所以無論如何 我要感謝大家 只是即便我們被罵得體無完膚 這一集還是可以滿場 還是有人可以在我的版面下 靈心地冒出一些支持我的言論 所以有你們的關注 有你們支持我的言論 我要把做完三季的承諾完成 感謝大家 謝謝你們 線 燃 燃 啤酒 燃 燃 燃